虽然天空不作美 一大早小市长和随习秘书 依旧不畏风雨地前来市府工作 这是一星国小的学生们所扮演的角色 他们都是第一次拍摄广告 虽然要在大庭广众下表演有些紧张 但也非常专业地配合演出 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我今天是第一次拍广告 感觉有点累 因为没有拍很好的时候 要一直重新拍 小时候在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电视上的节目 都一直以为他们是一次就拍成功的 没想到真的拍起来真的要这么累 我觉得拍广告很累 因为要一直重拍 我觉得这次拍广告很好玩 就是在家里练给妈妈听 然后差不多练习30分钟 因为要一直重拍 一直重拍 这次是我第一次拍广告 我觉得很累 因为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话 需要重拍 我觉得跟比赛不一样 是因为比赛是有评审的 然后拍广告可以重来 我觉得拍完之后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拍广告 坐在办公桌前 专注的批示公文 盖上印章 一气呵成的动作 很难想象她是国小二年级的学生 虽然紧张但没有缺场 校长冯玲颖表示 学生的表现非常的棒 对于孩子们也是难得的经验 非常荣幸异性国小的小朋友 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一次 小小市场体验营的广告拍摄 从选角开始 小朋友们都抱以非常高度的意愿 那么家长知道 孩子们可以参与这一次的配合演出 也是积极的全力配合 不管在服装或者是交通的接送 我们都可以发现 其实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多学的事情 透过暑假 我们可以让孩子有更不一样的学习 这是我们非常愿意 也欣然乐见的一个部分 孩子在配色的过程当中 不管在专注力 或者是肢体语言的表现 都可以看出平常的学习 透过体验营 我相信可以扩展他们的经验跟视野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哦 听说这个营队可是秒杀的呢 这些小演员们从选角到开拍 学校校长老师们和家长们 也协助给孩子们建立自信和勇气 让广告能顺利拍完 孩子们虽然说很累 但也很期待广告完成播出后 他们的精湛演出可以让大家看见 记者东予飞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